WHO推特網頁上不少網友上傳 哭手圖片 狂酸秘書長譚德塞和WHO 不只被中國蒙蔽雙眼 也淪為中國領導習近平的鷹犬 更諷刺WHO是武漢衛生組織 但是仔細看 這些網友大多不是來自臺灣 各國都有 到底為何被罵破頭 譚德塞堅持要罵臺灣 專家推測跟中國很有關係 今年一月二十八號 譚德塞在北京 接受習近平接見 展現他跟中國友好關係 從二零一五年 他擔任伊索比亞衛生部長開始 中國連續兩年捐款將近五億元給伊索比亞 二零一七年又捐了十三億臺幣 譚德塞擔任WHO秘書長 中國也持續捐款超過十八億臺幣 今年三月再直接捐六億臺幣 因此有專家分析 譚德塞這次針對臺灣 恐怕就是擔心自己地位不保 他現在在做一個祕書長的所謂的保衛戰 這個問題全部甩鍋給臺灣 因為他隱匿疫情 他完全配合中國 幫中國講話 結果造成今天全世界的武漢肺炎的氾濫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始作俑者 那他現在也面臨到國際間對他的指責 這個在別人家門口可以說是潑石的這種行為 如果是我反而要建議外交部指控譚德塞謀殺 非常的低級 居然指控臺灣攻擊 指控臺灣做所謂的人生上面的歧視 還有種族上面的歧視 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市委秘書長被各界認為光忙著操弄政治 沒空管疫情 現在竟然反過來指控臺灣操弄政治 也難怪各界震怒 三立新聞李維廷 許敏娟 臺北採訪報導